已經有做好答案了 那只是說呢 他這一題同學可能 想要知道怎麼做 你會發現你按下這個按鈕 他裡面有兩個 那個工作表一個叫List 一個叫Table Table是排桌 List是他的清單來源 那他這邊有寫說他到底做什麼 他說題目是什麼 喜宴會場排桌 然後呢他的規則是什麼有三個 一使用VBA做排桌 最多一桌十二個人 然後呢 十個最多十個大人兩個小孩 然後呢將小孩 以不同的顏色標出 將到達者 以不同顏色標出 其實這個是他的邏輯 因為 我上課的時候有跟同學講說你如果要問問題的話 你就就是把那個問題敘述清楚讓我知道一下 然後理由的話他在底下有講他說什麼 排桌是為了不斷重複工作用VBA檢查 OK 所以基本上他應該是在飯店工作吧 OK 然後呢這個題目基本上已經寫好有兩個按鈕 一個叫Arrange 有沒有 一個叫Clear 就清掉了 那實際上呢這個程式不是我寫的 他是 這個同學他參考我 我平常上課講的 他把他寫出來 他寫出來之後的話呢 他就 來問我 那他其實他的問題並不是在怎麼去安排 他的問題 很簡單 就他寫完之後 他是希望他這個範圍呢 能夠 把他畫個框線 而已 因為他已經寫完他不會畫框線 他就問我說那個框線要怎麼畫 後來我就想他這個 他這個範例還不錯 然後我就問他說能不能給給我當範例期 他說OK 而且我剛剛查一下他的mail 他的mail是 在2015年的時候 他說 這個是 也是BBA班的同學 然後他說他遇到一個問題 他說 他 做完那個intel color就變成全部白色 有沒有辦法解決 另外的話呢 沒有格線不方便看 要手動做他覺得又不太OK 所以他問我能不能 我就說不然上課的時候再拿來當範例 然後可不可以當我當 他說可以他說 這個問題本來就是要送給老師 當那個什麼 VBA的回禮 他好像是說 這個問題 更可以讓一般人 了解 VBA確實是對工作 可以有加分工作 因為他有個 這個小惡魔 因為本公司 人士 HR 批評說 我上 VBA沒有用 浪費時間 所以他可能為了 增一口氣吧 所以一定要把那個 VBA寫 寫到 發揮到他的效用 所以他就真的寫完 那他寫完之後 他遇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底色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他那個 就是 他的框線 而且他的邏輯很簡單 他邏輯就是把前面的list list裡面呢 桌號部分如果是1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放到 這個藍號1的部分 一直往下放 如果遇到小孩的話 如果是小孩 怎麼知道是小孩呢 這邊有小孩兩個字 如果是小孩的話呢 那就把那個底色 錢為 黃色 就大概是這樣而已 只是在最後的話 他這個已經寫好了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把程式點開來 點開來有兩個方法 一我的習慣是直接點這個 按鈕上按右鍵 指定聚集 然後呢 這邊有個編輯按鈕 你可以按編輯 他就跳出來 程式就在這裡 那這邊的話他有寫了 第一個sub名稱是什麼 table list 底下會有什麼 table list clear 可以兩個 所以其實就是兩個按鈕 但是 我是覺得他這個程式 有幾個地方可以再更好 已經寫出來 蠻厲害的 但是 我的習慣是一定會縮排 可是他說排 好像說的沒有很好 我的習慣是 第一個 所以我的習慣看到人家的程式 一定要做一點事情 把它變成像我寫的程式 不管怎麼樣反正就是要有我的那個感覺 所以第一個 縮排 for next for找到 next 然後這個for裡面的話 這個 and if 你會發現我的習慣是 這邊一定要下一階 如果沒有下一階 我看得很痛苦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改成我習慣的那個樣 這個if到and if 裡面的東西 向下一階 就是把它往裡面縮排 然後這個if跟這個if的話 一樣這個裡面東西要怎麼樣 把它向下一階 這樣的話 有沒有階層 感覺 有比較有我的味道 第二個的話 上面 每一行每一行 它加註解 它沒有加註解 所以如果沒有註解的話 真的看得很辛苦 至於 程式怎麼跑的 如果你看不太懂 有的時候怎麼樣 你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說 在讓它跑之前 你可以按 增錯裡面的f8 那f8的話 就主行跑 OK 那比如說它這裡面到底怎麼跑的 它這個 f8 D行 它是for T 這個T好像感覺跟我習慣 我習慣用for I 它用for T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只是說要我的習慣 我一定把它改 怎麼看都覺得 不是很熟悉 那這個T 這邊有個T 所以如果你 假設看不習慣 不過大概知道就可以 從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範圍 也就是說 這個要放在哪個位置 放在 從這 這邊 往下放 放到第20 的位置 然後 讓它往下跑 所以按 F8 再來的話 x等於3 為什麼x等於3 它也沒有註解 x等於3應該從這邊開始放吧 意思說從哪一列開始放 然後再去抓 哪一個工作表 SHITS LIST 意思說前面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 B2 再向下追蹤 那如果什麼呢 如果它的D欄 裡面就是 它這個 D欄指的是這個 有沒有 桌號 跟這個table上面的 這個桌號 一樣的話 就把什麼呢 把那個資料放過來 所以它就比對 邏輯判斷 然後把資料 比對是不是 是的話呢 那就資料搬過來 所以資料搬過來的話 其實就這一行 搬過來了 再來做什麼呢 比對說它那個 List裡面是不是 依然裡面是不是小孩 是的話呢 就把什麼資料呢 就是填成 那個 黃色 是不是小孩 不是 跳過 然後 x等於x 加1 k等於k加1 有沒有很像 有沒有 就意思是說什麼 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再往下一列 然後就往下再搬 下一個 往1 一直往下 直到裡面 有沒有 有個小孩 王2 然後就把它塗成 黃色 黃色底色 那黃色底色 就是intro 點color 等於黃色的話 就是RGB 前面有講過 黃色就是 紅色 加綠色 25250 其他都一樣 所以 跑完第1個第2個 其他如果ok的話 就把它全部跑完 他就會全部執行 就ok了 這個是他想出來 其實 大體上跟我們前面講的那個邏輯是一致的 可能比較特殊的是這個 哪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 因為這一題是跨工作表 他的清單是在前一個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sheets 括弧 哪一個 table是指現在這一個 不過如果是現在這一個的話 其實這個是可以刪掉 因為如果你現在就在 台北市了吧 你就是說你在台北市就好了 你不用說我在 不外路上面 台北市的不外路 你就 就不用講台北市了 大家都知道你現在在台北市就可以不用打這個 那個工作有名稱 那清除的話也是一樣 就把它清除掉 然後把範圍都清空 大概這樣 那他兩個問題無法解決 所以我們大家來看 第一個問題 先講那個框線好了 其實框線怎麼加 這個範圍 加框線 其實程式 就只有一行程式 就可以解決了 怎麼加呢 第一個 我要知道範圍 所以我用 Range B欄的 B3這個儲存 開始 S到H的 13 B3到H13 這個裡面的話 你就 跟他講說 我需要把它畫框線 所以呢請你在 NAS的這下面這裡 加一個 Range 先他講說範圍 Range 刮符 B3 其實其實就框線 物件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畫線的話 你可以點下去啊 他有幾種 就是如果你要畫有顏色的線的話 你用color 如果你只是要一條線就lifestyle 不過我們比較簡單用color好了 color如果要畫什麼呢 畫紅色的線 你就 bolus bolus.color 然後呢 等於 紅色的話呢 就什麼 R Gb 刮符 還記得吧 紅色是 R255 痘點 0 痘點0 或刮符 好 程式寫完了 所以他的問題是畫框線 就是這樣而已啦 OK 然後我們試一下 如果把它清空對不對 然後再畫 arrange 有沒有發現 框線就出來了 他主要的問題是畫框線 那其次的話就是他只是想要分享 他的那個 就是寫程式的經驗 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 他們部門的人士 是 可能 說錯了 他 他是覺得說很有 很有用吧 OK 反正就是表 表達的意思 所以請各位回去 假設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做幾個事 我建議就是說 第一個 把這個程式 縮排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我的習慣是for 看得到 裡面一層的for 再縮排 if and if 縮排 然後呢 裡面再往下 if 再and if 這樣的話就會 條理比較清楚 不過好像縮排太底面了 這個可以再把它 shipper加tab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看懂之後 我是建議你可以在這上面 加一些註解吧 註解還會吧 可以自己打一下註解 然後每個每個步驟 把它稍微熟悉一下 他其實最重要就是把那個list的清單的資料搬到 table的 這個工作表裡面 兩邊複製而已 最後他的問題是說加框線 如果你不會加框線的話 最後記得 範圍給他 加上什麼 點boulders 這個其實不用背 你點下去都會自動出來 所以這個後面 只要範圍對了 點下去 打一個b 他boulders就出來了 然後呢 再點什麼 點color就可以了 color後面的話 記得就是顏色給 r q b 然後刮壺 就是 紅色2555 然後d0 d0 這樣就ok 當然未來如果說你要清除的話 假設我這邊加了 OK 清楚的話 你會把框線還在 但你想說 是我框線 我不要怎麼辦 很簡單 你可以 在清除的地方 再把什麼呢 這個 這個東西 把框線 這個這個部分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就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在這個清除的地方 順便再加一行就是把那個範圍裡面的框線變成沒有 那沒有的話其實怎麼寫比較簡單 Xln 沒有顏色 ok 這樣的話呢沒有我試一下 我記得應該這樣ok 清楚了 不過好像還是有點問題 什麼問題呢 好像顏色是灰的 所以這個好像 在這裡的話 可能要把這個color 改成叫那個lifestyle 點什麼呢用lifestyle 這邊有個lif 線條的樣式 等於沒有 這樣好像 比較ok 試一下 清除 清除掉了 ok 看得懂意思吧 所以這邊的話 加框線的話 就是borders color 如果你要清掉那個線條的話 你可以用lifestyle 等於沒有 ok就把它清掉 這一題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沒有 沒有切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好 好